也是一樣先把專案內關閉 再來開一個新的網站 接下來就是說 一樣我們存在桌面上 檔案的名稱就是 CH 這個是 7-3-2 的範例 實際上這個範例就是 如何把第一個網頁的東西 丟給第二個網頁 並且可以把在第二個網頁上秀出來 等於是資料交換的部分 按確定就是 7-3-3 7-3-2 按確定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介面的部分 我前面有講過 這個介面呢 第一個我們再設計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做出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介面 就是一個身高 test box 脊重 test box 那名稱的部分的話就是 這個是 TST 這個是 TST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直接在這邊 做 插入表格的動作 也是做法 3-2 好不好 3列兩欄 接下來的話 這邊輸入那個身高體重 出入之後呢 在旁邊再加入控制項 控制項第一個是 test box 也是這樣 然後再加一個 button 你看擺在這邊 擺在這邊 擺在這裡 上面改一下這個 這個名稱的話就是 TST 這個身高的話就是 Hight 這個是位乘 那這邊八乘的話 就把它改成計算 Bmi 尺 好